劉威波桑核酸林創白匯在行政与中方博物基幹 這支組織包括山和管区的系統改善改變 分為三期的四周 現在也進行到第三期 為了解政党以及雷龍 16號早上創白匯和民間共町黨派立 也有鴨車、農田水利宿和鄉親 免隊民的做幹部 現在實際來了解在地農民的想法 包括山管匯的系統 等年來都沒有一個實際的解決方法 地屬農友在政党的時候都沒有變 在外部村核酸林創白匯 在行政与中方博物基幹 促進系統改善工程 目前也來進行到第三期的規劃 希望可以讓山頂的民眾 有警戒溫定的水源 水利的灌溉設施 我們過去在恰水和地圓就做了 我們為3億4千萬 總到4億3千萬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山頂家 所以松柏、松山跟浦中村 我們也會來做規劃 第一就是要針對我們的蓄水空間 公共的空間是來歐洲 另外,你說這個要怎麼把水送給我們的殘橫 總是要有這些管線的配置 所以我們這個會作為來規劃 目前第一期已經完成 第二期也將在二月底發報 實際來跟在地農友面對面 不然讓政党可以來跟大家報告 納入一個檢核 過去20多年都沒有人要處理的事情 蔡培會和陳漢立認真打拼 感謝我們的副署長 就是針對我們埔中 前北京的地區 今年有變成一個800萬 來做可惜性的評估 那在這個計劃還沒有實施前 是不是在超高水費的地方 做一個合理的補助 我覺得說這樣子對農民是最直接最有感的 除了灌溉系統改善工程 目前也將對農友的灌溉設施做補助 只好上官可以有40萬 包括對灌溉系統 當地設備、抽水、地丁丁都可以來做行程 農民需要田間的管路灌溉部分有做補助 每一個農戶最高補助金額可以到40萬 那補助的項目主要有比如說那個穿洪管 或是那個噴罐的噴頭等等 我們還有蓄水池的補助 如果各位鄉親對於這個補助的標準或內容有疑問 可以跟彰化管理處來詢問 做得跟農友民對面了解到地方需求 相信在第三期的區位一定可以進行完善 並進行改革慣慣慣慣慣問題 記者 劉維林昌報道